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健康狀態 最近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 不過真相扑索迷離 同樣讓人物理看花的 還有當地的疫情 北韓始終對外宣稱境內 零確診 但是不被國際社會才信 由於北韓跟中國接壤 兩國的走私活動 並沒有因為疫情而中斷 而以北韓現有的醫療體系 一旦是爆發了大流行 恐怕不太樂觀 當疫情在全球大規模蔓延 奪走無數人命 北韓防疫官員的這番話 並沒有讓國際社會相信 他們控制疫情得宜 駐韓美軍司令羅伯特 艾布蘭也表示 北韓零確診是不可能 北韓表示四月二號 才檢疫過七百零九例 國際媒體以南韓做比較 南韓已經檢疫超過四十四萬例 篩出超過一萬個確診病例 事實上 國際社會普遍質疑 北韓零確診的說法 並非空穴來風 北韓跟中國接壤 邊境長一千四百二十公里 中國不但是北韓重要貿易夥伴 還是常年最大救濟捐助者 儘管去年十二月 中國通報確診首例 北韓的確反應迅速 在武漢封城前 就宣布關閉自家邊境 但兩國間的走私活動並未就此打住 曾經歷過SARS 2012年脫北的醫師崔仲勳表示 北韓領導人對疫情的指示向來只有隱匿 對它是相互不大 因為如果死亡的病毒 但如果死亡的人 比起死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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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那些傷害 被死亡人數 沒有診断 但它是沒有診断 所說的 其實無法診断 失控器和診断 也沒有診断 這身是有點不同的 我認為這很少 我認為這就是 這點 專家表示 北韓似乎連診斷病患 是否感染都有困難 也拒絕承認疫情大爆發 加上醫療設施簡陋 以及對任何動搖 金正恩政權的潛在威脅 極度敏感 都只是讓該國過去多次 經歷大規模傳染病的情況 再度上演 2009年北韓曾經反常的 承認境內有流感疫情爆發 被認為根本希望獲得境外援助 記者黃韻玲報導